中文字幕 李宗盛 嗨 陳銘老師 嗨 陳銘老師 我們每個禮拜都一定會在這個時候跟陳銘老師見面 對 都是從我們 都是我們那個國中去做志工回來的時候 陳銘老師也是國中老師的小學 國小學 也是禮拜三下午比較有時間 對 那每次我們聊到教育都特別的起勁 我們同樣對於這個學生的教育很有感覺 好 那今天老師這一排擺出來還蠻震撼的 新到貨 那其中呢 老師挑的兩隻是他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對 那我們要請老師挑他最擅長的兩隻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請老師挑兩隻 也沒有很擅長 只是說我對這隻印象 這兩隻印象特別深刻 對對對 好 那分別是 一隻一隻來好了 好 今天先第一隻先介紹哪一隻 這一隻 現在的名字是 來 好 你看馬上突起 結果馬上那個 OK 這牌子名稱叫什麼 老師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上網查過 那我本來以為它是義大利文 結果它顯示是柯西加島的語言 柯西加島 它雖然是法國的領土 可是它當地的語言比較傾向是義大利語 那如果你是義大利語的發音 就是叫做 Angela Champagna Angela Champagna 我以為是韓文 Angela Champagna OK 很難唸的一個語言 Angela Champagna 對 好 OK 這一隻我們名稱 這一隻的 它的那個 英文是 就是 義大利文是 L-I-Q-U-O Liquro 可能是類似水 液體之類的 對 然後我們 好像什麼藥物 好像我記得義大利語的意思是什麼 藥 藥之類 林藥之類的 那我們是 取就是 Eric取的 林妙之影 林妙之影 對 OK 喝起來就會很妙這樣 林妙 林妙 林妙之影 OK 好 林妙之影 那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一隻 你當時在聞的時候 我第一次聞到它其實 跟我期待有點落差 因為當初專櫃給它取的名字 你會覺得很像是在那種 很寧靜的鄉下 然後可能有一大片翠綠的稻田 是 然後呢 稻田裡面還有 還有一些水 水稻 OK 然後可能微風吹來 那你就會覺得 它是帶了一股綠意的香氣 可能甚至夾雜了一點水 水生的味道 結果你一聞它發現 怎麼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OK 是 然後我就覺得 那時候就把它放下了 對 等到我第二次想說 還是可以再聞聞看 是 再聞起來的時候就開始 它就帶著我回到 你知道 小時候 住在鄉下地方 你知道 冬天不是都會烤窯嗎 對 烤窯 你知道為什麼在 烤窯 你知道為什麼在冬天嗎 烤窯 因為窯會保暖 不是 因為夏天太熱 喔 陳明老師在講冷笑話嗎 對 他就告訴我們 不用把事情想得太複雜 對 他就是因為 然後 那 台灣的冬天 其實那種就是 就是過年前那段時間 有時候就是 寒假的時候 通常天氣都還不錯 對 然後陽光不上 然後很冷 然後這時候你烤窯 你會覺得 它帶著那個溫暖 你會比較舒服 那通常是就是 那個稻田收割後 已經其實大概有一 北部的話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 那時候就 可能暫時休耕 然後你就會看到很多的那種稻草 那個 稻谷取下來之後 然後就可能就鋪在 那個稻田上面 然後呢 經過一個月 半個月陽光的鋪曬之後 那個稻草就會變得很 很乾燥 是 然後為什麼我說 它讓我想到了 那個時候是因為 它 呈現的那種味道 不是那種新鮮的稻草 是那種你鋪在 那個 稻田裡面 它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 然後陽光 照射下 然後 你靠近去聞的時候 你會聞到一股很舒服的那個 很明亮乾稻草的那種香氣 是 是已經曬了一段時間了 對 所以它會 它很乾燥的一個 稻香 OK 所以也是有稻香的 我覺得它給我那種 你知道在烤窯的時候 不是很多人去撿木材 對 或者是用稻草 稻草那其實不好燒 因為一下子沒有了 所以 我們會 稻草會鋪在旁邊 然後大家就會 躺在上面聊天 玩遊戲 然後再等著那個窯燒紅 是 然後 一整天的 就是在那個稻田裡面這樣子 對 活動 OK 所以那是你小時候 確實有這樣子的經歷 哇 那這裡 現代人已經很少聽到那個畫面 以前有啦 我們以前小時候是有 就是台語的控游 對 控游 OK 是控游 不是手游 因為現在小朋友都是打手螢 對不對 好不好 來 那這是控游 OK 試試看 老師說的這一支 廟 林廟 林廟之隱 林廟之隱 對 這樣子聞就聞到了 我一開始其實它有一點 欸 你有沒有喝過那種枸杞 然後它的湯底是黑色 那個藥燉排骨 藥燉 那個藥 藥感 有沒有 嗯 我是聞到很多薰衣草的味道 你聞到是薰衣草 嗯 有有有 薰衣草有 對 但是我覺得那個 藥燉的那個藥感是有 對 所以它的名字 是意大利文就是類似好像藥 藥 是一個藥的意思 燉藥的意思 是燉藥 那這個藥它的湯底是黑色的 我聞得出來 嗯 因為你藥喔 燉久了 你知道整個混在一起 中藥越熬 顏色越沉 對不對 現在就大概是這樣的味道 嗯 但它很快又轉一種很輕盈的感覺 我覺得它這個牌子的感覺 都不會到 讓你覺得很厚重 厚重 他們家沒有那種 都蠻輕的 那其實這一家的 這個牌子 我還蠻喜歡的 上次我們有一起拍的 上次我們有一起拍的 就蠻LUX的 MOX那一支 OK 好 那Sindy 先讓你分享一下 現在前料 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我前調聞到的我覺得 就是有一種 對我來講還蠻放鬆的 因為我蠻喜歡薰衣草這個味道 所以對我來說這個味道 我會很第一時間就馬上聞到它 對 然後 然後再加上有微微的一些 那種濃稠感在裡面 剛開始的時候 可是那個濃稠感應該一下子就散掉了 嗯 然後底部還有聞到就是 那種草香的感覺 嗯 有 很像那個喔 那種看一些那種 魔法電影裡面 對 在那個實驗室裡面 巫婆會或者是魔法師 他會弄一堆草乾草啊 對 然後在那裡倒 對 有喔欸老師這個畫面好喔 因為我們看過卡通都知道這個畫面 對 對不對 就是我匯集了很多草藥 然後去調那個嘛 他會這樣 對 對 那我現在畫面我比較偏是像是在這個 英國鄉村的海邊 它是靠著 它是懸崖峭壁的這個海岸 那 因為那邊的房子 在海邊的房子也都是 十塊十塊把它堆疊起來了嘛 比較能夠擋風啦 那我現在聞到是就是在這樣子 石塊堆積成的房子裡面 那他的屋頂還有一點稻草 那種茅草稻草把它遮蓋起來的 那裡面呢一位 一位這個 有年紀的婆婆正在 熬一股這個藥湯的感覺 他給我的味道 那很大很大一壺這樣子 那手要這樣攪拌 要這樣攪拌 這樣子 對 我現在畫面是這樣 老師給你 那我還有聞到一種 一點點微甜的那種味道在裡面 你覺得 你的比較甜耶 是喔 我的還有一點鹹 對啊 老師的很鹹耶 跟我的比起來 老師的是鹹的 因為我剛剛就是發現聞了幾隻 他們家的香水好像都會帶著鹹味 那種鮮鮮海風 其實我們上一次第一隻 那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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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開始也有一點那種鹹的海風的那種感覺 那一隻有在海邊的感覺 這隻我是很喜歡 對 我還是蠻喜歡 蠻欣賞他這個燉藥的味道做的很 這很明確耶 對 對啊 對啊 嗯 OK好 Cindy 你會把這一隻用在什麼樣的場合跟衣桌 這隻的場合我會比較偏向是用在就是 我比較喜歡分說這是讓我會放鬆休閒的感覺 或是說他是讓我提振精神的 大概是用這兩種去區分 因為有時候以我們的生活大概就比較簡單 可能就是上班嘛 或是下班 然後回家休息 或是說外面逛街這樣子的一個行程 這我可能會比較適合是放在就是休假的時候 或是晚上想要放鬆下來的時候 就是睡前吻的一個香氣 是 OK 睡前放鬆的香氣 對 這種是我覺得噴在身上 或是說如果是這樣的香味 因為它是以蠟燭的呈現的話 嗯 就是我可能不一定是噴在身上 可能是像之前陳明老師 它是噴在衣服上啊 或是噴在就是 呃 背單枕頭之類的 我覺得它的味道 都是一個讓我覺得很 放鬆舒服的香氣 OK放鬆舒服 好 那放鬆舒服 當然穿的就不是重點了 就盡量舒服自在了 對 對吧 來那老師你 在家裡怎麼穿都可以這樣 不穿也可以 我如果 我會想到的是 如果我吃很飽 吃了大餐 或者吃了比較油膩的東西的時候 這個東西很解膩 哦 因為它在我身上那種鹹鹹的 還有甚至帶一點清苦 因為它有 我剛剛看它有紫羅蘭葉的那個 那種清苦 嗯 然後讓我會覺得 欸 很解膩 嗯 那種油膩感 或者吃了很多甜點之後 是 那你在聞聞它你會覺得很舒服 苦 它會去綜合你的 它會去綜合你的 綜合那種其他 我知道 油膩感 對 你的這個乾苦感 解那個油膩感 對 對不對 因為聞得出來它是乾乾苦苦的 因為其實我現在的畫面是一直讓我想到 我外婆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吃的藥都還在用那個 熬那個藥有沒有 還在熬 就是用煮的 對不對 那種 還在燉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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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這個燉藥 其實有時候 你會蠻懷念小時候那個燉藥 不管是發燒啦 退燒啦 或者是說感冒啦 都會給你補一下的那一種 補藥的這種味道 對 其實還很有畫面跟記憶的連結點 那 我覺得這一知識 就是我會用在跟自己相處的時候 自己獨處的時候 不論是放鬆 或者是發發呆 想想事情 不論有想出個什麼 所以然 有還沒有 都無所謂 但是這一隻 味道就會伴隨你這樣子 嗯 帶一點 帶一點苦苦的補藥的這種 又很滋補的這種感覺 很像你在欣賞這個人生一樣 對 有一點苦 但是又有一點補 吃苦當吃補 還不錯 我覺得這個 自己陪自己很好用 老師會用在什麼場合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但我覺得可能 呃 吃了很多的時候 嗯 OK 吃了大餐 所以可以隨時帶在身上 解膩 對 所以你本來 你本來那一罐飲料是 你本來飲料 可以拿過來一下 就不用買它了 對 你本來這個是分解茶 濃茶 濃茶這個去油解膩分解茶 對 噴這個也有 在嗅覺上有解膩的效果 不錯 特別 那這個齁 你只有自己來試試看 你才知道 對 才知道我們講的這個 嗯 而且我還是覺得它那個 呃 它讓我聯想到那個 甘稻草的那個香氣 是很 對我來講是印象很深刻 OK 那它應該是藏在後面了 對吧 嗯 目前我覺得還沒吧 欸那個鹹鹹的不見了 真的假的 比較少 對啊你的鹹鹹沒了 我看我看 我現在身上 我還是覺得鹹鹹啦 對 我比較多那種 我比較多那種甘草的那種 喔對不對現在比較 甘草的甜 那我的是藥 我的就是還是燉藥 燉藥 那我時候私人都燉藥了 我欠補啦 哈哈哈哈 欠補 欠補 OK 好那我們前吊先留在這邊 待會再回來看看 有沒有像陳明老師帶我們去的 這個甘稻草的味道 對 待會見 拜拜 林妙之隱 對 林妙之隱 欸這個真的後來 如同陳明老師說的 我現在已經聞到了 那個稻草的香 有那種乾乾的那種稻草香氣的感覺 但是 但是我的稻草 跟你們的不一樣 嗯 陳明老師剛剛說是乾稻草 對不對 曝曬很久了 好幾天了嘛 對 沒有我的是生稻草 是活的 那個稻碎 滿滿的垂下來的 喔 稻碎滿滿垂下來 對 已經成熟了 它還是alive的 還是活著的 對 那 你可以看到整片金黃色的 金黃色的 果實累累的 稻碎 欸我現在味道是這樣 嗯 是活的 不是曝曬的 是因為這個顏色 不是不是不是 沒有 我現在整個視覺畫面就是 就是這樣 嗯 那帶還有一點點 因為活的吧 帶有一點水分嘛 嗯 就是對不對 好 在陳明老師說說看 它就讓我感覺到 那種 以前你在那種 寒假的時候 你躺在整片的那個乾稻草上面 嗯 然後 躺了 因為躺了很久 對 然後傍晚回到家的時候 你就聞到你身上衣服 沾染的這樣子的 那種乾稻草的香氣 是是是 嗯嗯嗯 你小時候有沒有 阿公阿嬤他們枕頭 是用那個稻草做的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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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殼有 稻草沒有 有 其實兩種好像都有 對不對 稻殼 你講的稻殼也有 我覺得那個以前 因為特別那個年代 嗯 很常用這個東西 對 來當那個枕頭香 嗯 對不對 其實那個真的是 真的是好 又不會 對 又不會有這個 因為我們睡覺久了 因為會有這個 蒸汽嘛 對不對 有時候你會讓熱氣 蒸汽一樣 蒸汽 蒸汽 有點熱 因為是很生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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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得很生氣 這樣 我覺得這個 有這種感覺 稻骨 稻殼 對吧 或者是稻草做了枕頭 讓我有 回到那個小時候 那種枕頭上 有有有有有 這個我知道 這個我阿嬤有 外婆在台中 然後他就是 你說這種 他是 有點像竹藤 就是編的那個 那個外觀 然後裡面它是用那種米糠那些 嘿嘿嘿 就是 他們叫做米糞吧是不是 米糞米糞 糠 應該是 中文是米糞 就是那個 稻米的那個殼 就我們不是吃到那個米是白色的嗎 它那個倒碎的那個上面那個殼 就是弄掉之後 我們的一包一包的白米飯其實都要去殼嘛 那那個殼就是拿來做 對對對 就是那個枕頭裡面的 對 那那個年代其實大家吃不飽的時候 是連那個殼都 都拿下去吃啦 以前啦 以前窮的時候 對對對 好 挺有畫面吧 應該跟那個枕頭有像 對 來 那我們的聲音小幫手 韋琳 真的 韋琳應該還在前調 我的還是在前調 就是 目前是暖湯暖湯的味道 對 比較像中藥暖湯 因為那股 暖氣流還是很明顯 可是它是零藥 所以我覺得 它配這股暖湯會給人家有一點很有城府的感覺 對 然後那個中草藥的味道 就是 會讓人家覺得它是有讀書的人 哦 對 嗯 嗯 那為什麼會說是有城府 因為它是有那股暖調來做修飾 嗯 是以暖調為主 在接觸到中草藥的味道 OK 因為如果是單獨中草藥的味道 其實會讓人家有一點疏遠你 嗯 就別人會怕 哦 對 想像 跟我平常接觸的大學教授的氛圍 蠻像的 是老師嗎 有點距離感 對 但是如果教小學的你就會覺得比較暖一點就對了 對 主要是它因為有那股暖氣調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它很有距離感 哦 OK 對 因為你會非常私人喜歡這一隻 對 然後我覺得這隻蠻適合有讀書人 嗯 對 不是我不愛讀書人 讀書人 或者是不愛讀書人 哈哈哈 可能走的路多也算了 走的路多也算了 嗯 那 它到鼻 雖然我還在前吊 可是吸到鼻腔的時候 它那股到味還是會蠻清晰的 嗯 那股到味我覺得可以 會變得年輕一點 OK 那你剛聞到那個 一開始的時候 暖氣炒藥味 你會覺得它太有臣服了 嗯 對 會有點緊張嘛 面對這樣的人 嗯 會不會感覺像中年人的那種 對對對 可是 我有話放在心裡那種不講 對 可是當到味到鼻腔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人沒有這麼的深沉 嗯 對 其實是可以接觸的 是是是 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你想多了這樣 OK 對對對 我只是默默的沒講話而已 沒錯 對 其實它是 但是內心是就像倒水一樣 非常謙卑 沒有效 看起來比較嚴肅一點 對 那種感覺 OK 我覺得這隻比較適合 知識淵薄的聲勢 OK 士聲啦 士聲 他們說古代說 有賢且助人者 叫做士聲 叫做士聲這樣 嗯 有賢且助人者 對 因為他有知識 但他就願意去幫助別人 有點類似有點像尊稱這樣 我給他一個這樣 對 對 前面的暖草味就是他的能力 後面的到位就是他的親近感 所以我覺得 這隻還不錯 可是你要去體悟他 對 我發現你根本是在講你自己 沒有 我沒讀我的書 很有這種感覺 挺會講的 真的 我發現他真的 因為韋婷會跟我們說 他都有認真看我們的影片 對 然後呢 他會說 如果影片呢 有介紹到他有買的喔 他會再 他會更仔細把它看一次 因為我們現在資料庫越來越大了 對 他有時候買到什麼 會回頭查 有沒有這隻 哇你知道 那當他買的被講到時候 他真的從頭看到尾 然後會去感受自己 欸 每個人講的 然後自己去比對 就同後會的感覺嘛 對 大家都有玩這隻 還蠻開心的 而且他的如果被 被我們拍成影片的話 哇他會 他會很興奮耶 就是更認真的去 更認真去聽 嗯 那聽到現在 你自己應該也 已經呈現了吧 你也製成一格了啦 所以你有你自己的看法啦 對不對 差不多 對 他也蠻鼓 蠻鼓勵我們的 就是他看到 我們每一個人好的一面 像他說 我講的就是 不會受名稱的限制 就是我證為什麼畫面 我就會直接講 我呈現到的是什麼 不會受名字牽制啦 是 然後他說 林心弟不會受香調的牽制 因為拿 不會受小防守的限制 哈哈哈 他要說陳平老師 就是視覺老師 視覺大師 就帶我們 直接進入那個情境 對啊 他真的有在看 謝謝 謝謝韋庭給我們的鼓勵啦 謝謝 表示這拍片 原來是有人在看 對不對 對 就有固定的觀看數啦 應該是蠻多忠實的 有啦 有啦 謝謝謝謝 好那 那老師那現在這一隻厚釣 前後算是落差也算是蠻有的啦 那這一隻厚釣 你會把它定調在什麼樣的釣形? 有點難講對不對? 它跟一般的木製釣也不太像 對啊 非得要開一個稻草釣嗎? 就是只有它這一隻 有人把樹脂類另外歸類 樹脂 像什麼乳香或者是安息香那些類的 把它另外歸類 歸在哪一類? 就是樹脂釣 它把它對於樹脂釣 如果我真的要分 我比較傾向是細分成的 對啊 雖然如果以花香木質釣 當然它一定會歸在木質釣 對 但如果木質釣裡面的話 就是比較偏樹脂類 樹脂類就對了 OK 好 那是南橋樹脂的那個樹脂嗎? 是嗎? 同樣的字 是 同樣的字 所以我不是在亂講對不對? 我要 這個讀書要求聖結啦 對不對? 我們問一下聲音小幫手有沒有 更適合它的 釣形你覺得? 很難 很難對不對? 對啊我也覺得 綠色釣的又不是這種草味 沒有 草香釣嗎? 也 它就像稻谷的味道 對 稻谷 但草香又只能形容到它厚掉而已 對 前面又沒有進來 草會比較偏綠的感覺嗎? 那它是已經算是乾掉的那種 對 枯掉的 對不對? 它又沒有那個綠在裡面 它前面又有藥感的感覺 最近這種稻谷味的還蠻多跑出來的 真的啊? 就是那個什麼松下公主那些的 喔 OK 松下公主不是那個嗎? 但是它也是榻榻米 榻榻米 榻榻米 老闆可以不加柴魚嗎? 很破壞 破壞感覺的東西 這就是在流行米香啊 米香啊 水米茶 松下公主是日本嗎? 日本跟柴魚 還是有一些想法 是啊 米香 OK 對 稻米香 好 陳老師 稻米香 0到10分 你給它幾分? 10分 10分滿滿 哇靠 為什麼 你會給這麼高分? 因為 10分它的原因 雖然我聞的香水也沒有很多 但我覺得它就是 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聞過哪一支是 跟它有類似 不要講說一樣 連類似都 我都沒有聞過 是是是 那我覺得它很有特色 很特別 所以就 給它10分 是 對 好 其實我還蠻喜歡 因為我們跟陳美老師拍過上一支嘛 那一支 我就覺得 很喜歡 它的那個情境做得非常的到位 嗯 這一個系列齁 我真的很有興趣把它慢慢的 好好的認真結束 對 因為這個牌子確實 藝術感很好 嗯 是 那欣玲你會把它定調來什麼調 我剛剛突然想到 它如果硬要歸就是 我覺得它也可以歸在茶香調耶 哦 因為稻米 米香 有些茶它是帶米香的茶 比如說玄米茶 或者是 很多 對 綠茶之類的 就是它會有 厚調的話 後面其實可以歸代 這一類我覺得也可以 對 如果是用 呃 然後旁邊一個小點心 對 有米香的然後茶 然後這個 跟這個氛圍就很香 OK 好 那我看我開一個類別就是 茶香 米香茶香料 米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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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完全不是 還是 米香 OK 那0到10 你給幾分 9.5 9.5 9.5 給它9.5的原因 我很喜歡它後面的味道 但因為它前面我覺得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它前面的藥感重一點 嗯 對 那如果你就是 前面 過了一兩分鐘後 它厚調轉的味道 就非常的喜歡 就漸漸愛想 對 對 9.5 不然我覺得應該會再更高一點點 嗯 好 那我們的聲音小幫助手 韋婷 我也是 跟心力姐比較接近 9.5 因為它的那個 也是一樣是藥感 讓人家會有點距離 它實在是慢慢 慢慢體驗體悟的 是 熱茶 因為我剛剛這樣講 確實蠻像一杯熱茶的 對 是要讓人家慢慢去體驗它的內在 人本來就這樣嘛 你憑第一印象的味道 然後就離它遠遠的 嗯 這本來就不對嘛 本來就要慢慢去了解它 了解這個人 然後跟味道一起 慢慢去品味它 對 所以它還是有9.5的 程度 價值 對 韋婷一直有說 一開始這個人 讓人家覺得比較難靠近 因為它應該要 藥香比較多 對 那後來轉成這個 茶米香 之後 感覺 我原來其實它沒有這麼的 難以接近 對吧 嗯 OK 那這一支 我會把它定調在 米香或者是 稻香 茶香 這三種類型當中 那 它給我一個很深的 記憶的連結點 就是讓我想到我外婆 因為我沒有外公 不是 我沒有 我沒有阿公阿嬤 因為它在我爸爸 十歲的時候就過世了 他們兩個 對就過世 所以我們 小時候 爸媽在忙的時候 丟我們到外公外婆家 那他們那個時候的房子 也是非常老舊 在台北 但是也是很老舊 那 當時 因為他們是賣菜的 早上到果菜市場批發 然後到市場去賣菜 那他們這種很純樸傳統的 這種客家人上來的 我媽是客家人 我爸不是 那他們這個 在新豐都是 都是種 種田的 就是種稻的 所以我對這種 稻香 米香的枕頭 很有印象 所以一直連結 這個視覺印象 到我的外公外婆 他們那個 勤奮的年代 早上 四點半 就去果菜市場 批發起來 我們來繼續睡 睡覺 怕吵到我們 然後 爺爺奶奶都 外公外婆都 捏手捏腳的 慢慢地 這樣子 真的是非常感謝 所以我這個聯想 光有這段聯想 想到他們 我就 給他十分 倒想 的枕頭 不管是老實講的 這個密康 對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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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 這個 倒子的 這個枕頭味道 相當有感覺 記憶力啦 好 那我們今天這一隻 是 廟 靈廟之意 靈廟之意 好不好 有機會來現場 試試看 找學姐 OK 那我們30秒 待會再請 三位來幫我們 一個人講30秒囉 待會見 好 拜拜 謝謝老師 謝謝瑋琳 謝謝 謝謝 謝謝